哈喽哈喽大家好 下午好才起床 我现在在西安 然后刚才刷了好久好久 才决定好要吃什么 我打算去找一间叫五公粮瓶 它是相当火爆的一个 听说去了之后至少要排队一个小时 而且下午两点多三点多就卖煤了 但是现在朋友们已经下午一点十分了 所以我要去拼一下 我现在打车 这个酒店不好打车 等了二十分钟 这个车还没来 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神仙凉皮 我的天哪 服务员说要排队两个小时 而且到我这边不一定有了 那我还要不要等呢朋友们 等了两个小时 这一位很喜欢的 4个小时 3个小时 黑糖 1个小时 4个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非常好吃 我排队排了两个半小时的那个 我感觉他真的 挺一般的 说实话啦挺一般的 去一次体验一下就够了 这个好香哦 香辣 哈喽西安 我又来了 我现在要出门了 出门看到门口的一个公共区域 他提供了一些水 但是呢重点不是水 他放了一些书 是给你休息 坐在这边可以翻看的 这个书非常的型 第一本创始人手记 这个是讲的是一个企业家的思想 工作与生活 第二本叫未尽之美 华著十五年 讲的是一部华著史哈 进去华史创新史 喜欢历史的人 可以过来看一看 坚持专注做好产品 才是中国精神 非常的贴心啊 我现在对这个酒店真的是 如果你怕影响到你的室友呢 你也可以把外卖叫到这边来吃 非常的贴心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